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川普执政团队在爆出离职潮 几日前传出白宫的政府发言人可能辞职 现在就连为川普推特操刀的 白宫社群媒体主任史比卡诺 也被媒体爆料正在考虑是否离开白宫 这一连串的离职传闻 也重创川普的新闻公关团队 从川金会的筹办到G7与各国的争执 美国总统川普实时推文 依赖推特作为沟通工具 不仅执政团队会将其推文纳入外交政策的考量 就连国内外媒体也几乎将川普的推文 视为官方的正式声明 但现在白宫去传出 经营川普推特账号的幕后工程 可能辞职不干了 纽约时报报导 白宫社群媒体主任史卡比诺 可能正在考虑离开白宫 根据报导42岁的史卡比诺 是少数几位能够使用川普推特账户的人 他曾经以川普的名义 带他在推特账号上发表推文 特别是史卡比诺 善于模仿川普在推特上的写作风格 不过外媒也观察到 史卡比诺的推文 比较不会出现拼字上的错误 并且他也比较熟知 推文串功能的使用方法 跟川普有明显的区别 白宫人士震荡不断 不久前才传出白宫新闻发言人 桑德斯考虑离职 虽然否认 但现在就连史卡比诺 也可能离开白宫 看来川普的媒体公关团队 近期内恐怕会出现大半风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道